我们一般在使用感测器的时候会先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会先检查你的感测器是否正常能够运作 第二件事情要检查你的感测器送出来的资料长什么样子 它的内容的概况还有它的上下线它的极限在哪里 在Squitch的使用方式里面它比较简单 通常我们想要知道感测器的输入的值 我们会使用猫咪的说出或者想着 因为它有这个多媒体显示的功能 所以当你去让它持续的去说出那个数值的时候 它就能够在画面上显示 类似这样 那这个范例呢我们是用一个感测器接在A0上面 所以当我们在转动这个旋转定位器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它的数字会在猫咪的上方会有一个对话框的出现 这是第一种方式 那第二种方式呢通常我们会使用变数 那在Squitch里面如果你建立了一个变数 你这边有帮它打勾的话 你在画面上就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对话的方块 就会及时显示变数的数值 所以当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呢 这个数字是一样是可以及时显示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数值上面的变动 那么这个是在Squitch里面 当我们在使用Blockley类的积木来控制Arduino的时候 比较困扰的一点是Blockley的积木并没有像Squitch这样的积木 它有多媒体显示的功能 那所以你在使用感测器的时候 通常想要看到感测器的资料 就必须要有接外部输出的显示的元件 比如说LED、LCD、OLED等等 那如果你没有这些外部输出的元件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看到你的感测器所输入的资料呢? 那最简单的方式是利用 Arduino IDE所提供的这个串列部四窗的检释 这个范例呢 我们在A0的位置插上一个可变电阻 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在Blockley的积木来做这个显示感测器的数值 那首先在我们刚刚在A0呢 插了一个这个可变电阻 所以我们在脚位输出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这个类比的输入 它只有两个积木 那所以类比读出脚位A0这个积木 我们把它拿出来用 那因为它是一个资料 它是一个资料、一个数值 那么所以它前面需要一个显示的积木 那因为我们没有外接任何的LED、LCD等等 那所以我们就只能利用它的串列部来做输入 那这个串列部呢 就是在通讯的界面去输入资料 然后再显示在荧幕上 好那所以我们在串列部里面 我们会先要做串列部的包率的设定 就是输出速度的设定 好所以我们就先把9600传输率设定上去 然后呢这边呢我们就接下来要使用串列部里面的印出讯息后换行 好然后把后面的资料改成我们刚刚的读出的资料 好那这个部分呢 好因为它的速度在执行的时候其实蛮快的 好会让你眼睛快到看不到它的改变 那所以呢我们会通常会加一个等待时间 500毫秒就是0.5秒来做一次 做一次这个印出讯息的动作就可以了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每0.5秒增测一次 好那我们我们程式写好之后呢 就直接切换到Adreno的页签 好那它会把你转换成文字型的程式语言 好那这边有一个红色的上传 好就是烧入的动作 请你直接点选上传 那在上传之前呢 请你确定一下你的板子 一般我们是用UNO 那如果你用的是小片的Nano 你就要改选成Nano 那一般我们现在外面买到的Nano 是比较旧 就是它的里面是那个旧型的Bloader 所以我们要选这一项 如果你是Nano的话 好那我们现在这一片是UNO 所以我们就直接点选上传 确认 那它就会开始做编译的动作 编译完之后会把程式直接烧入到你的Adreno上面 那烧入完之后呢 上传完毕之后你的Adreno还在继续供电 所以它就会重新启动 然后开始运作 那这时候你想看感测器的资料到底有没有进去 这时候我们会要把Adreno的ID打开 打开之后 请你确认一下你的工具里面 你的开发板是不是你的UNO 那如果你是用Nano就要选Nano 然后再来呢要选你的这个序列负 序列负呢一定是一以外的那一个 所以把它选好 那这两个资料都对了之后 你就可以顺利的开启序列负监控视窗 你把它打开之后 它就会出现一个视窗 那同时就会出现开始出现你刚刚所设定的内容 那它资料会一直跑出来 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去转动你的可变电阻 它每0.5秒就会帮你侦测一次 然后做一次显示 那所以你就可以观察 观察一下这个资料的长相 最左我把它转到最左边 最小值是0 然后最右边最大值是023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 Arduino的它的感测器的输入的晶片 转换的晶片是2的十次方 10位元的晶度 10位元的晶度 那这个是在Broccoli里面 你想要看到感测器输入的数值的方法 那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要再做下一次的程式的修改 跟烧录的时候 这一个Arduino的视窗要先关掉 因为它们都会共同占用通讯部 所以如果通讯部被两个占用的话 你程式也会烧不上去 这是要注意的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